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三个有趣的新闻故事 首先 中国嫦娥6号发射期间的一句模糊话语 引发了有关美国登月阴谋论的热议 这些阴谋论已经被中国顶级研究机构驳斥 借助我们来看看交通灯的历史 参加们认为现有的红黄绿灯系统 对自动驾驶车辆不够友好 建议增加第四种颜色来解决质疑问题 最后瑞典公司XG研发了一种突破性的太阳能电池技术 可以从几乎任何光源中获取电力 这项技术有望显著减少对一次性电池的需求 创造一个无电池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MinaMinaMido在中国嫦娥6号发射期间 一位月球科学家的几句模糊话语 引发了关于美国1969年登月造假的谣言 5月3日嫦娥6号发射时 中国国家航天局月球探测计划副主任裴赵宇 在央视直播中讨论着陆点选择时与无伦次 多到我们没有发现 在阿波罗盆地 许多网友将阿波罗盆地 与50多年前的美国阿波罗任务联系起来 误以为裴在暗示未找到阿波罗任务的遗迹 随后 但有没有发现和阿波罗等关键词的视频迅速传播 许多人认为 这证明美国人从未登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随后澄清了这些谣言 强调1969年登月的证据在于 样本、照片和视频呼吁公众保持理性 依据事实思考 半岛电视台报道 全球通用的交通信号灯自1921年美国底特律警官威廉波特发明第一盏三色交通灯以来 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设计变更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兴起 专家们认为需要新的安全指南来确保他们正确与交通信号互动 A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工程教授阿里·哈吉巴巴巴伊正在领导一个团队 设计考虑无人驾驶汽车响应的交通系统 提出增加一种可能是白色的新灯 交通信号不仅关系到安全 还能改善交通流量 减少拥堵 进而对经济有利 据INRX2022年全球交通报告 英国、德国和美国的道路拥堵 对经济的总成本为22亿美元 哈吉巴巴伊解释说 白灯亮起时 无人驾驶汽车会将其解读为继续行驶 除非另有指示 阿湖美国报道 佛罗里达州防守端风 罗曼多·约翰逊已确定将进行 罗格斯大学橄榄球队的正式访问 这位来自君主高中 身高6英尺3英寸 体重245磅的防守端风 拥有包括佛罗里达、乔治亚理工 伊利诺伊、路易斯维尔、迈阿密 路易斯维尔、迈阿密 宾夕法尼尔州立大学和田纳西在内的 多所大学的邀请 本月早些时候 他还收到了波士顿学院的邀请 247Sport将他评为全国 同位置第32名球员 和佛罗里达州第60名总体新秀 去年他在11场比赛中 总共完成了28次情报 包括3次施马情报 还贡献了6次情杀 一次防守传球 一次制造调球和一次调球恢复 罗格斯大学在2025年班的8名 沉默球员中 有两名来自佛罗里达 Alger Sierra报道 柏林自由大学的本科生 西西利亚表示 自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开始以来 结束自由受到了严重威胁 他和其他学生组成了一个委员会 声援巴勒斯坦 拜德国各大学成千上万的学生组织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讲座和静坐活动 甚至反对以色列官员的演讲 然而学生和教职工表示 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受到了敌对媒体报道 大学和政客采取的压制性法律措施 以及警方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的侵害 最近学生们在柏林、慕尼黑、克隆等地的大学校园内建立了占领营地 呼吁德国大学支持加沙停火对以色列进行学术和文化抵制 并结束对学生活动的压制 Yahoo US报道 科技股的恐惧感 喝完眸是真实存在的 偷去两年 七大巨头科技股的辉煌增长 让投资者相信 科技是必须参与的领域 斗则他们会被抛在后面 根据美银美国股票策 主管萨维塔·苏布拉曼尼安的观察 过去一年中 长期主动型共同基金持有量增加最多的股票 几乎全是科技股 因为达芬蒂尔是最受欢迎的股票 超过68%的基金持有该股票 而伯通Brockham的持有量 在一年内从26%增加到45% 科技股的流行 主要归功于人工智能 还投资者不想错过下一波技术浪潮 尽管市场仍显狭窄 但美银团队认为旧经济股票 也已从而挨中受益 生产挨供应的公司和需求方公司 都在利用挨提升生产力 BBC报道 过去两年 谷歌搜索的一系列更新 引发了互联网的巨变 包括前所未有的挨功能 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一 在公司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 谷歌搜索将提供I生成的答案 这一功能被称为RI概兰 已经在美国推出 谷歌表示 这些变化将推动技术发展 解决网络上的许多问题 然而 批评者认为 谷歌的算法调整和I转型 可能对许多内容创作者和独立出版商 造成毁灭性打击 谷歌的更新旨在打击低质量内容 但也导致许多小型独立网站流量未减 谷歌的I概览功能 可能会使用户不再访问原始网站 影响网站的流量和收入 AT高管们质疑谷歌对互联网的控制 认为其过度权力 可能对内容创作者和出版商 造成不公平的影响 Dolongberg-Boo 全球七国集团 基附期的通胀将逐渐缓解 但进展将不均衡 意大利的G7领导人会议上 外国央行行帐门正在评估 美国的增长势头与欧洲经济扩张的 持续疲软之间的耐久性 然而全球人口老龄化 可能会挑战这一温和的通胀前景 因为老年人消费增加 而年轻人减少生产 在英国通胀移民 私营部门活动 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等数据 自周三早上起陆续发布 恰逢首校李希·苏纳克宣布突袭大选 家庭能源账单的公告 凸显了政治分歧 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对抗阶段 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 从中国借鉴的贸易武器 得威胁到加深国际裂痕 并挑战了数十年的自由市场正统观念 同价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延续了几个月来的上涨趋势 金融投资者预计供应短缺将加剧 匈牙利、格鲁吉亚和智利都降低了基准利率 马尼日利亚则将关键利率提高到新纪录高位 以遏制持续的通胀并急震受挫的货币 英国通胀高于预期 交易员大幅削减了对降息的压注 这使得苏纳克未能实现标志性的经济胜利 拉丁美洲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和欧洲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美联储官员们对抗通胀的最后一段路上 一个关键问题是商品价格是否会继续下跌 中国新房销售的下降加速 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在二手市场购买 这推高了未受出房屋和空置土地的库存 威胁到开发商的更多违约 南法泽邦 一个国际团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一种理论上的例子 雕球的确认 这可能是自2012年发现希格斯波骰子以来 粒子物理学最令人兴奋的发现 并为标准模型在天一寿 根据标准模型 雕球完全由胶子组成 这是一种无质量的粘性粒子 将夸克结合在一起 形成质子和其他物质成分 使用北京电子正负对撞机 科学家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强的胶球候选者 X2370粒子 在对撞机中以接近光速撞击电子和其反粒子后 研究人员筛选了超过100亿个碰撞样本 仔细检查了X2370的质量和自选等关键特性 发现他与预测的由两个胶子组成的胶球特性相符 研究涉及来自17个国家的约600名科学家 并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 理论物理学家克雷格·麦克尼尔表示 但理论世界中 焦球是明确的粒子 但在现实世界中 焦球状态会与由夸克组成的粒子混合 因此不确定是否存在孤立的焦球 未来的实验将进一步分析 并排除这些粒子是否确实是孤立的焦球 努力一报 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家工厂里 每6秒钟就有一台顶级机密打印机 喷出价值数千欧人的薄片 每片包含108个微型太阳能电池 这些电池将很快进入日常设备 如键盘和耳机 特地改变我们与技术的互动方式 其创造者称 这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与光的关系 瑞典公司X值的共同创始人 乔瓦尼·菲利发明的 Powerful太阳能电池 能够从几乎任何光源中收集电力 从阳光到烛光甚至月光 Powerful太阳能电池足够耐用 可以嵌入自行车头盔 还可以模仿皮革和拉丝钢等材料 适用于各种产品 X值的工厂每年可以生产 250万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 使其成为欧洲最大的此类工厂 Powerful太阳能电池 已经应用于耳机、无线、银箱 和自行车头盔等产品 并宣布了更多合作 X值的技术被认为是时代定义的技术 菲利相信这项技术将改变世界 并预计到2030年将影响10亿人的生活 X值的技术和生产过程是高度保密的 安菲利表示 他们已经与全球最大的键盘和鼠标供应商签订了合同 并与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和品牌合作 一天一日报道 日本芯片制造商Rapoduous在北海道的工厂面临物流挑战 尽管本周与北海道之间的海底隧道 看似为Rapoduous提供了便利 但实际上火车禁止携带高压气体或易燃液体等危险物质 通过54公里的氢寒隧道 这对芯片制造所需的各种气体和溶液运输构成了问题 Rapoduous计划通过海运解决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台料成本 相比之下台积电在九州雄本县的生产设施则较为便利 卡车可以通过关门海峡的桥梁运输 此外整个行业还面临卡车司机短缺和供应链脱碳的压力 日本材料公司于今年3月启动了一项结合铁路和卡车运输的计划 以应对这些挑战 并减少约55%的二眼化碳排放 尽管如此Rapoduous北海道的工厂仍未能纳入这一新的物流网络 Yahoo US报道 1994年南非首次非种族选举时 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平民窟里 金西亚·姆提卫和其他居民每天都在决地隐藏他们的棚屋 以避免被政府推倒 那时的南非正经历历史性的变革 马尔逊·曼德拉成为首位黑人总统 然而30年后的今天 南非的民主虽然持续 但人们对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INC感到普遍失望 金西亚现已搬到西北部的克里普加特 生活在他的孩子们用辛苦积攒的钱建造的房子里 尽管他享有一些政府福利 但他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感到愤怒 认为政府没有为人民做足够的事情 南非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犯罪率高企 失业率超过30% 金西亚的家庭经历了无数的艰辛 但他的孩子们对他充满感激和爱 金西亚在黑暗中依然微笑着 成为国家斗争的勇敢幸存者 Yahoo US 报道 詹妮弗·洛佩兹近日在洛杉矶亲自查看了Netflix为其新电影《热了树立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不要惹J.Lo.洛佩兹在Instagram上分享的一段视频 展示了他在车内看到广告牌的兴奋之情 并鼓励观众观看他的新电影 在广告牌前 他与一台电影中的机械人模型合影 并表示观众必须观看这部刚刚上映的电影 此前 洛佩兹在墨西哥的宣传活动中 被问及其余本《阿弗莱克婚姻》的传闻 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电影《阿尔松》 洛佩兹饰演一位对人工智能深感不信任的数据分析师 他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自己与角色的一同 表示角色情感封闭 而他自己情感丰富 但两者都非常坚强和确定自己的感受 Yahoo US 报道 Jennifer Lopez在Netflix芯片 Alice 5 得到了丈夫Ben Affleck的帮助 Lopez在片中饰演对人工智能深表怀疑的数据分析师 Alice Shepard 并参与了一项抓捕叛逃爱机器人的任务 Lopez的搭档Stirling Kay 当在接受娱乐周刊采访时透露 A490会为片中的爱机器人Smith配音 这样Lopez曾听到丈夫的声音时 表现出了更真实的情感反应 这并非两人首次合作 他们之前还共同出演过 Gear 2 等影片 Atlas今天在Netflix首播 Yahoo US 报道 加拿大周五命令两家科技公司 BlueVic Technology Sinker Pagony Technology Inc 解散 比如是国家安全问题 加拿大创新部长Francois Filipe-Shan Payne表示 立决定是在经过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严格审查后 做出的 尽管加拿大欢迎外国直接投资 但当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时 政府会果断行动 BlueVic Technology据称是无人机检测设备制造商 而Pagony Technology则制造无线安全产品 BlueVic的一名员工表示尚未收到政府命令 而Pagony则无法联系到 南华早报报道 新加坡和香港被认为是超现代化的亚洲门户 但在吸引力方面却不尽如人意 这季新加坡委员会在2020年和2020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发现了六个对人们最重要的无形属性 自主、依恋、吸引力、远接、自由和包容 这些属性挑战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传统思维 要求他们考虑社会的需求和愿望 去年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 新加坡展馆通过互动问卷调查 探讨了人们对空间的情感反应 结果显示 访客对保护遗产和自然有强烈的认同感 这可能促使建筑师在设计中更加注重这些无形的价值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Coming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